因為我們家五福寶 他們其實都有吃過 速食店的漢堡 他們知道那個美味 可是他們久久才一次 然後很久沒吃到的時候就會 媽媽我想要吃好 就要吃 超久沒吃了 我今天我生日可不可以讓我吃 妳要給他吃啊 不行啊 當然不行 我剛剛今天快嚇死了 所以我後來有研發一個 就是 妳自己做的 因為其實 妳好強喔 妳自己做的 因為其實呢 速食店的漢堡 我不那麼喜歡 所以他們的漢堡肉很薄 然後他們的纖維又超少 大家都知道裡面根本就沒什麼菜 所以我為了要避免 就是小朋友就是 吃那些什麼很多麵包啊 然後一堆肉 我就把它變成 都是用一些蔬菜類下去做 你看麵包 剛剛音樂師說 不可以用這個大包 等等 可是這個的絞肉 是我自己用 低脂的絞肉自己做 我不是去玩 我不是加工品 我先把它澄清一下 因為它的那個絞肉 是沒有用雅硝酸鹽的 我沒有用雅硝酸鹽的 盡量不要跟大番茄搭 大家可以試吃看看 重點是裡面 因為絞肉是自己做 妳可以不要加那麼鹹 我加得很淡 大家可以試吃看看 其實這樣也很適合開派對 我覺得就這樣一串 而且他用 他昨天夾的那個鳳梨 就不用醬了 就有味道了 我都沒有加調味道 而且那個蘋果是甜甜的 會中和那個漢堡的味道 就不會覺得膩 比較清爽 滿好吃的 對 滿好吃的 妳最後人生 第一個漢堡就長這樣了 他以後去其他素食店 就那些漢堡好像 怎麼會是麵包 對 生不得生第一個漢堡 要給小孩做什麼 對 我覺得啊 現在媽媽真的很辛苦 像五福寶媽 他就有五福寶嘛 對 但還好我兒子他有就是 食譜作家的媽媽 對 而且小豬娘最近哭出了 對不對 拜拜 所以我就要做一個 因為小朋友一定會看外觀 但我兒子看到那個 可能覺得他不是 他嫌棄妳 等一下 他就這樣 這個就是妳 妳說不不漂亮 因為我的小孩就是 可能不小心被外食荼毒了 所以我就要做一個 讓他覺得 看起來還可以過關 妳要長得像外面的 對 要長得像 所以我就發明了這個 各個香菇堡 我就是比照市售的漢堡 去發香菇 那我發現科學家研究 菇類裡面有很多 多糖體跟抗癌物質 所以我就用 香菇取代麵包 它其實是香菇 它其實是香菇 對 它其實是香菇 它其實是麵包是誰 自己做這個漢堡肉 它可以去調整那個 菜式跟比例 因為像小朋友啊 如果去外面吃 然後裡面如果有洋蔥 生菜 小黃瓜 就會直接被丟在上面 對 我覺得會把那些 它不吃的蔬菜剁碎 然後炒軟以後 放在這個絞肉裡面 所以它咬下去裡面就有 其實有很多洋蔥和紅油鍋 但它固執 而且很啤酒啊 而且又營養 對 對 所以它就會覺得 今天這個漢堡可以喔 對不對 我喜歡 但小孩不會喜歡 他怎麼可以那麼真誠啊 我可能要去幼稚園 做一下市場下彈 因為我的小孩超愛吃我做的 可能是小孩有的不喜歡香菇 沒錯 沒錯 它有香菇耶 真正的是媽媽自己做的肉 冷掉之後都不香 你們去吃過牛排知道 牛排一定是在那個端出來的時候 還熱騰的時候 還有那個肉香 你切開來的時候 事實上 你可以發現為什麼 我們已經放了那麼久之後 那個肉香都不見 可是你如果是加了 是那個我們講說一些香菁的 即使冷了之後 還是非常非常香 對 所以這兩個小朋友 那加上它會調料 其實他們的漢堡 都是經過調味的 有加一些蒸酸劑 那有加一些 其他的一些甜味劑在裡面 所以吃進去 小朋友會喜歡吃那些 我們叫比較便宜的那種漢堡 因為好吃啊 它那個 那我們的是天然的肉香 天然的肉的味道 反而小朋友不會那麼喜歡 這個反而是健康 其實我一吃就知道 這是健康的 這個我會非常喜歡 我覺得兩位媽媽都 非常厲害 就是自己動手做 其實你會發現 真的吃起來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自己動手做 在外面的餐廳的時候 選擇 你要怎麼避開這些 就是加工肉品的風險 我覺得倒是給大家幾個建議 就是 因為現在的漢堡肉 不只是只有牛肉嘛 那其實它還有所謂的 雞肉的部分 像有一些是那一種 裡雞肉整片的 那個就比較不會有所謂的 蟲煮肉的概念 那像還有一些 美食餐廳 它可能是用雞腿肉下去做的 那個你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一塊 是那一隻肉的 對 或是用一些燻雞啊 這一種一絲一絲的 這種相對風險就來比較少 而且它是白肉的部分 然後另外還有像鮪魚 它也不太可能造假 因為其實鮪魚 其實很純熟了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 我覺得是可以避開 剛剛提到就是 你不知道你吃什麼肉 這件事的一個風險 了解 然後最後其實我覺得 真的要吃的話 因為小朋友真的比較少吃到洋蔥 但是在所有的美食餐廳裡面 洋蔥它是最解讀的 你就像剛剛 香腸要配大蒜 漢堡紅肉就是要配洋蔥 就是 對 因為它其實它裡面的 硫化素是非常高的 又可以排油 又可以提高抗氧化 對啊 像大蒜會有影響 其實如果你一個概念 就是如果以所有辛香料來講 生的一定是抗氧化最高 但是小朋友如果不敢吃的話 其實我們煮熟之後 量就要多 就是說對 量就要多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通常美食餐廳 就會有一些生菜 其實你媽媽可以再多點一道生菜 來搭配一個做解讀的功能 然後最後如果真的自己要做的話 因為你看外面的 非常好吃 就是它的醬汁 跟它的所謂這個油很多 就它滑口 會有飽足感跟香氣 那自己做我覺得 這個油脂的部分 倒是可以用一點酪梨來做去 但對小朋友來講也非常好 所以它會很像奶油 在上面的感覺 對 有點像奶油 那在國外很多減肥的料裡面 它會用酪梨去做那個醬 把它打成醬 然後把它淋上去 增加它那個滑嫩的口感 對 所以我覺得兩位媽媽很厲害 但是就是如果不能自己做 可能在選擇上面來講 可能要做這樣子的選擇 接下來介紹這個 也是小朋友非常愛的 因為圓圓的 然後插在筷子上面 就很開心 丸子雙兄弟 我們這個魚丸有手工丸 然後還有貢丸 外面外食更容易知道 這個都進去 不過你不叫這個很無聊 對啊 而且不圓滿 而且小朋友都很愛吃這個 對 女兒就是非常非常愛貢丸 愛到一種 其實應該是要怪我 因為我剛開始是想說讓她喝湯 然後你知道湯裡面就是會有貢丸 所以她一吃到那個貢丸之後 她就整個就很喜歡 然後她就變成一個湯控 就是很愛很愛喝湯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說 其實一直讓她吃貢丸也不對 我就決定就不要買貢丸給她 就弄了一堆東西在裡面 然後結果她喝到一半 她就說 貢丸咧 然後 小貢丸 而且她為什麼有大傑大的氣勢 對 我說今天就是要給你一個特色 沒有貢丸的 但是還是可以吃 她說我不要 我就是要貢丸 她就這樣哭鬧 哭了五分鐘這樣 後來到最後 她乾脆就根本就不吃了 因為妳就想要吃了 對 然後所以我後來就變成說 我逼自己就是 一定要去買那種 小的魚丸 我覺得我也是一樣 我就自我安慰 我想說魚丸應該比較好 然後偶爾會讓她吃到一點這樣 然後有時候我想讓她吃其他的那個 就是比較健康的東西 我會故意把它 就是講說你看就像貢丸一樣 把它串起來這樣 就像她這樣吃 因為她太愛貢丸了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貢丸它怎麼來 它很多外面那一層是魚漿 裡面可能會包一些肉 或其他的那一坨 那那個魚漿 其實妳會發現 魚漿它有可能 如果說它是一個很漂亮的 魚很新鮮的魚 它就賣魚了 可是如果有一些魚賣不出去 已經到有一點 或一些它可能就會把它 在化整為零 打成一坨 那叫做魚漿 那第一個 其實妳要考慮到 它是不是來自於一個 比較好來源的魚肉 這個就先打一個問號 對 第二個 即使是比較不好的魚肉 跟我剛剛在講那個漢堡 完全一樣 它還是一個肉 還是一分錢一分肉的問題 但是因為它的肉本身 一開始就不是那麼新鮮 可能已經極其品 那它加比較重的那些 這叫防腐劑 包括本甲酸 什麼吊牌塊等等這一類 那磷酸鹽也是 讓它顏色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 又保水 所以其實我只是說 從頭到尾 我其實強調一句話 就吃天然的食物 其實白肉很好 妳要多吃一些魚肉 那不要去吃一些加工類品 其實大家就是這樣 商人其實會想到這些 弄到 可以讓你看出來 在化整為零的 其實都不是那麼漂亮的原始肉 我一定會去那個菜市場買 因為菜市場它會在妳面前現打 然後妳就不會在 對 它就現做 妳就不用擔心 因為妳在它面前看 它也不敢給妳加一些有的沒的 它已經混在魚漿裡了 對啊 它早就加了 你才在那裡 超早的 不不不 我跟你說 掃光妳就這樣封著它 因為我有吃過那種很軟爛的 我覺得就像黃醫生剛剛講的 它應該就是用那種 已經快要壞掉的肉 然後我覺得很軟爛的 就是很噁心 它的肉品感覺 就不新鮮 對 很好 所以我選那種貢丸是那種 很有嚼勁 很Q彈的那種 所以妳算妳家很多啊 對啊 食神裡面是跟 壞牛丸 對 它就是這樣可以打乒乓球啊 那個食神都讚美 就像食神 我自己在家真的做過丸子 給我小孩吃 就是妳自己做的丸子 真的怎麼做 它都是軟爛的 所以我反而會去買那種 就是比較 我就是跟蠢蠣有關心的 好了 Excuse me 然後我就是會特別去挑那種口感 我咬起來覺得不會很Q彈的那種 那一攤的 我反而才會去買 這樣子買給我小朋友吃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它的添加物比較少還是這樣 而且妳也知道 貢丸它裡面就是加零嘛 那我是聽說過 那個吃鈣 會那個阻止零的吸收 對 所以呢我就是會 就是吃完貢丸大餐 很歡樂之後 就是讓我們家人多喝點牛奶啊 或是吃鈣片 就是補鈣 然後來就是阻止這個零的吸收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p 按下鈴鐺 AME 那麼 滿正 grille 對 Chan من 侍 マ